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气管插管可以用于全身麻醉 保持呼吸道通畅进行有效的人工或机械通气 方便吸入麻醉药的使用 也用于急诊救治 确保呼吸道通畅便于吸引分泌物和血液 它还用于呼吸功能不全的治疗 心肺复苏的高际生命支持 学习气管插管术 首先要掌握相关的解剖知识 上呼吸道有三条解剖轴线 分别是从口腔至咽后臂的连线 口轴线 从咽后臂至喉头的连线 咽轴线 以及从喉头至气管的连线 喉轴线 插管前通过改变头部体位 尽量使三轴线重叠 然后借助喉镜依次显入三个解剖标志 悬涌锤 会咽 伸门 作为临床麻醉的重要操作 气管插管前 我们需要做相关气道检查和评估 首先要询问病史 看有无气管插管困难病史 重视特殊气道问题 其次 外貌 体型 下颌 牙齿异常 常提示有气管插管困难的可能 第三 检查 还整关节 及颈椎的活动度 是否直接影响头颈前驱后身 对插管所需的口 咽 喉 三轴线接近重叠的操作 至关重要 第四 头正位测量张口度 上下唇距离正常为 3.5至4.5厘米 或者三指宽 第五 测量甲科距离 即投在生甲位时 自甲装软骨切肌至下和尖端的距离 小于6.5厘米 可能存在插管困难 最经典的简单气道评估法 是马氏分级 直立位主病人最大限度张嘴 一级可见烟霞宫 软饿和悬悬 二级只能看见软饿和悬悬 三级只能看到软饿 四级只能看到硬饿 级别越高 插管难度越大 插管前 要准备以下物品 气管内导管 喉镜 导管心 面罩 给养及通气装置 牙垫 插管前 吸引装置 听诊器 监护仪 插管开始 先在病人头下电翼保诊 使病人头向后仰 若起口未张开 可双手将下颌前推 向上托起 必要时可以右手自右口角处将口腔打开 如图 用右手拇指顶对下齿裂 以旋转力量起开口腔 左手持喉镜 自右口角放入口腔 将舌退向左方 然后徐徐向前推进 显路悬涌锤 将喉镜继续前推 直至看见会烟为止 弯形镜片前端 应放置舌根与会烟之间 然后将喉镜向上 向前提起 即可显路伸门 右手持气管内导管 插入气管 放置芽垫 将喉镜取出 用胶布等 将芽垫和气管导管固定于面颊 气管导管插入气管后 尖端距离垄突 4-5厘米最佳 一般中国男性门齿具 气管导管尖端 22-24厘米 女性为21-23厘米 儿童的深度 可以用公式计算 12加年龄除以2厘米 因为不是所有病人 都能完全显路深门 并且食道的开口又紧铭深门 所以判断气管导管 是否正确插入气管 而非进入食管 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判断 在明示下 导管插入气管 压迫胸部时 导管口能感觉气流 通气时 双胸阔对称起伏 听诊双肺 可听到清晰的呼吸音 呼气时 管壁有白物样变化 手动呼吸时 感受肺的顺应性 监测呼气末二氧化碳浓度 气管内插管 是一项侵入性操作 会发生许多并发症 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 是因喉劲和插管操作 直接引起的并发症 有损伤 包括常见的门尺脱落或断裂 呈 二咽喉壁粘膜擦伤出血 下颗脱臼等 重者可致深门损伤 气管壁损伤 致纵隔气肿 皮下气肿和纵隔炎 还有插管应激反应 包括血压急剧升高 心率增快或心动过缓 第二类是导管 存留气管期间的并发症 有因为分泌物 痰、血、异物 或者导管折曲 压扁导致的导管阻塞 有导管误入一侧总支气管 导管误入食管 异物物吸气管 嗆壳 以及气管粘膜缺血和鲜毛损伤 第三类是 拔管后即刻或延迟性并发症 有喉静磊 物吸 咽喉痛 喉或身门下水肿 喉溃疡 气管炎 气管狭窄 身带麻痹 勺撞软骨脱胃 总而言之 不管是急诊救治 还是临床麻醉 气管插管术都应力求 快速、准确、轻柔 尽量避免并发症 好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